一、果然创纪录了,到1月12日,特朗普打破了克林顿的纪录,创下美国联邦政府史上最常关门,时间纪录。 当然,特朗普是不在此,他已经发下誓言,不给我钱修墙,关门几个月几年又何妨,但政府不为人民服务了。 特朗普还是有些难过,推特代表他的心,在近来的推特上。 他感叹,现在的白宫,几乎只剩下我一人了。 他是这样写的,我刚刚看了亚马逊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假记者说,白宫陷入混乱状态,他们似乎没有解决政府关门问题的战略。 白宫没有相关计划,假记者们总是喜欢说混乱,其实,根本没有混乱。 实际上,白宫里除了我之外,几乎没有人了,感觉没说完。 特朗普又继续说道,我确实是有结束政府关门状态的计划,但要理解这个计划,你必须理解这个事实。 实际上,是我赢得大选,我还曾承诺保卫美国人民安全。 承诺的一部分,就是在南部建立边境墙。 选举是有后果的。 不得不说,特朗普就是严谨一概,推特高手。 简单两条推特,但资讯量很大。 一,又痛骂了,华盛顿邮报,你们竞出假记者,还打上了亚马逊华盛顿邮报的标签。 谁叫亚马逊收购了该报呢? 感觉如果不是自己也离婚很多次,贝索斯估计会被他骂得搞血喷头。 二,重点。 白宫没有乱,政府关门。 白宫里就只剩下我了,怎么可能还乱,但感觉特朗普还是有点伤心的。 偌大一个白宫,现在就剩下我在坚守。 三,另一个重点,选举是有后果的。 我说到做到,我必须兑现承诺,不给我钱修墙,没完。 当然,也有人说,选举当然是有后果的。 那些反对修墙的对手,不也是选举出来的吗? 这些美国人也真是。 总统的有些话,你叫真干什么? 总之,武侠小说中,有一个绝顶高手叫独孤求败。 现实生活中,有一个特朗普在独孤求墙,这注定是一条孤独的道路。 在2019年第一次内阁会议上,特朗普就告诉来开会的手下, 这个新年,我非常孤独。 据美国媒体报道,特朗普当时大致是这样说的, 我独自一人在白宫待了六七天了,我非常孤独。 我的家人在佛罗里达度假,我告诉他们, 在那儿玩得开心,我觉得我应该留在这儿, 以防人们想来找我交涉边境安全问题。 由于政府关门,白宫里只能看到草坪上的机枪手,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配枪的人。 但是不得不说,跟机枪手待在一起,我感到非常安全。 确实,本来圣诞新年长假,特朗普全家都要去佛罗里达海湖庄园, 但因为政府关门,考虑到如果自己再去度假, 美国人的唾沫真会淹死人。 因此,特朗普果断留了下来,在白宫独守空房, 哪知道一留守就是二十多天, 直到重新整理了美国关门的记录, 而且还看不到最后的结果。 当然,特朗普也真没闲著, 一条接一条发推特, 简单看了一下,果然很不同凡响。 有那么几天,他从早到晚一天会发上近二十条推特, 扣掉睡觉时间,大概半个钟头就得来那么一条。 内容,毫无疑问,特朗普很生气,各种痛骂, 骂民主党,这些人不拨款, 真是不实采举,骂媒体, 这些都是假媒体,只知道对他抹黑, 骂累了,则转发, 转发粉丝对他的各种赞美。 现在,还特意添加了一个内容, 我正在白宫等待, 民主党人快回来, 你们十五分钟就可以解决政府关门。 民主党人,别放假了, 回来上班吧, 我正在白宫等住你们, 我正在白宫, 已做好准备签署协议。 来吧来吧, 白宫现在除了我, 空无一人, 二, 他民主党不等不来, 又等不来, 特朗普真是等到花也谢了, 按照道理, 这不应该的, 要知道, 通过极限手段施压, 一直是特朗普的拿手好戏, 也是特朗普自诩的交易的艺术, 在跟很多国家打交道过程中, 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手腕, 但这个艺术, 国外屡是不爽, 但在国内却处处碰壁, 特朗普一言不合, 甩手就走, 哪知道对方更硬, 走就走, 谁怕谁, 大佬打架, 最倒霉的, 是美国八十万联邦公务园, 政府关门二十多天了, 大家的工资都没下落了, 没办法, 很多人果断选择, 不上班, 没钱, 上什么班了, 哪怕是特朗普的白宫, 走得空空荡荡, 以至于弄得特朗普都很悲伤, 怎么就只剩下了一个人了, 但这是有选择的, 很多人还没有选择, 比如机场的安检员, 空管协调员等等, 哪怕没有薪水, 也被要求坚持上班, 不上班, 美国飞机都上不了天, 上有政策, 下有对策, 于是, 美国机场工作人员开始大量请病假, 没有薪水, 还让我上班, 现在我请病假, 你还能怎么样我, 一些人请了病假, 那没请病假的那部分人, 没钱还更累, 所以, 在很多机场, 排队的人群越来越长, 气得美国飞航管制人员工会, 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, 控告政府非法剥夺公务员薪水, 公务员告政府, 特朗普又成了被告, 特朗普感叹很孤独, 但好歹, 他还有偌大的白宫可以住, 很多公务员却是欲哭无泪, 他们是贷款买房子, 现在工资没了, 房贷要交, 交不上来, 银行可不答应的, 同样孤独的, 还有中国大熊猫, 本来, 他们是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宠儿, 每天动物园一开门, 熊猫管弦都是成群结队的美国粉丝, 但现在, 动物园也关门了, 这三只中国熊猫, 可连成了全世界所有动物园里最孤独的熊猫, 大门不开, 网络直播总可以吧, 要知道, 全美国最火的直播, 就是这三只熊猫直播了, 24小时直播, 全美粉丝无数, 但刚才又去大熊猫网络直播页面看了看, 动物园写得很清楚, 因为直播需要工作人员管理维护, 因此, 在政府重新开门前, 我们无法提供, 美国老百姓倒霉, 中国大熊猫也跟住遭殃了。